怎麼都沒有人回我信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喂老闆 嗯 嗯 好 我明天 會去公司 好 好沒有問題 完了 完了 要被檢討了 都沒有人回我信 怎麼 阿利歐你今天怎麼會來公司 不是大家都知道嗎 我好像要被檢討了 你是怎樣 信怎麼寫不出來 沒有寫不出來 都寫啊 記蠻多的 真是 不是記幾十封嗎 對啊 可是 都沒有人回我信 好遜喔 那你等一下被老闆唸喔 應該吧 就只能 被他唸 嘿 Ryu 嘿 嗨 辛苦了 辛苦了 欸我跟妳講 我們 這個頻道最近影片很卡 一直上不去對不對 然後我們不是有這個新的企劃 對 你負責邀約的 你有寫你邀約的成績怎麼樣 其實記得買多信 我自己 十幾二十雙該有 然後 當然 到現在都 還會有很多信 一個人弄沒有嗎 你邀請大概是什麼樣子 類型的 比如說 蔡英文 人家很忙 不要拿人家 有邀請到一些議員 然後一些 老闆企業經驗者 OK 那你是寫信去邀請他們 對 然後 有一些找到粉專的話 有這些粉專私訊 這樣 OK 如果我幫你看看你的信 好了 你把那個信打開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公司 我之前有寄給 陰亞倫的信 可以看一下 陰亞倫 OK Good choice 我影片標題呢 就是直接寫 影片企劃要約 內容就是 怕陰亞倫名號 就是Transpeed的影片企劃利用 Transpeed是一間 舞台跨界電商部門公司 公司的以信影片企劃 嗯 繼續繼續 好 透過社群平台和網路新聞認識到您 希望能借用Transpeed的影片企劃深度訪問 讓更多人認識到您 演來聊聊您一路走來的剛舞台 好 我跟你講 剛剛其實我就是想像我是炎亞倫 然後在想像有人讀這封信 在我面前告訴我 然後我的反應就是 很想要睡覺 是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假設你今天你是炎亞倫的話 你也蠻忙的嘛 那你最在乎的會是什麼 有什麼樣子不錯的機會吧 對 就是有可能這些信件裡面 總是會有含金量高跟垃圾信件嘛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你在找的事情是說 唉唷 有沒有東西是對我 炎亞倫是有幫助的 對我 有價值的 對我 感興趣的 嗯 所以關鍵就是你的信呢 太多太多都是在講 transmits 而不是跟他有什麼關係 所以人家就不會回信這樣子 但是我來教你 怎麼樣能夠把信寫得更好 這樣子呢 未來在這種陌生邀約 唉我跟你講 不只是陌生邀約 白兵 陌生邀約業務 陌生邀約 女生 沒有 我很容易成功 因為你總不可能寫一個信給女生就說 女生你好 我是 弟友 我是 身高178公分 坐在士林 過去曾經讀 回格國小 然後現在 事業非常成功 所以呢 寫信我們要跟隨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就叫做 A打原則 那大家我不知道你還有沒有印象 之前呢 阿伯曾經拍過一個影片叫做 A打文案撰寫原則 那A呢就是Attention 什麼叫Attention呢 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能夠快速抓住對方的注意力 那如果能夠抓住對方的注意力的話呢 就有機會讓他看你寫下來的文案 或者是打開你的信件來看 所以這是第一個框架A 那A呢在信件的撰寫就是標題 那在文章的撰寫也是標題 一個只是信件標題 一個是文章標題 那接著呢是Interest Interest 就是為什麼這件事情 跟他來講有關聯繫 對他來講的好處到底是什麼 馬上把好處說出來 人家就覺得說 喔 那這件事情能夠讓我有這樣子的好處啊 那我會感興趣喔 那在信件裡面呢 你要想就是說 我到底要你幹嘛 我要你上節目 我要你來買東西 把話講清楚 人家才知道說 喔 原來是這樣子 下一個就是Desire 就是積蓄他的慾望 讓他真正的想要採取行動之前的動作 那這件事情呢 你要把話說清楚 如果你在賣產品的話呢 你就要把產品的規格跟功能講清楚 讓人家能夠相信說 喔 這個產品是真的能夠達到 你剛剛Interest 這個階段 所說的好處的 那如果是在邀請別人的信件裡面呢 你需要讓他知道說 這個內容到底你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到底我們會怎麼做 一些細節 讓人家知道的 因為如果一個信件都沒有細節的話 那是不是很像詐騙 最後一個是Action 那這Action呢 就是你希望對方採取什麼樣子的行動 那在採取行動呢 就是一句就好 而一個行動 你要很多的行動 那到最後他就完全動不動 好像很可怕啦 Rio 學習愛馬 嗯 有努力在學嗎 針對剛剛的信件 我們來進行一個實際的練習 好嗎 好 那OK 第一個呢 我們重新寫下標題 那標題呢 我們就要抓住重點 就是Attention 一定一下子就要抓住他的注意力 那你當時的標題是寫影片企劃邀約 對不對 對那你這個標題的問題就在哪裡 不夠新鮮人 好 那所以用剛剛的方法 然後我們怎麼樣重點調整 你先想四個給我 嗯嗯嗯嗯嗯 好 那第一個標題 不只是藝人還是創業家 唉唷 這個不錯 好那你寫這個標題 背後的邏輯是什麼 可能普遍大家對於Action的認知就是 他就是一個藝人 然後會上節目會很愛騙 但是很少人其實知道他是創業家 還有在經營他自己的事業 對 嗯 所以如果是炎養人看來之後就會覺得說 呦有一個人看到別人平常沒有看到他的一面 這樣子 對蠻好 那第二個標題呢 疫情移接為什麼還敢創業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在討論他比較少人去討論的一塊 下一個呢 讓藝人賺很多了 為什麼還想創業 這個我喜歡 對不對 因為這個還有點嗆他的感覺 然後還有呢 第四個是 失去中國市場是否影響到你的創業發展 OK 這個應該會波到一些敏感的神經 但是 可能會取決每個人狀態也不一樣 另外三個我覺得都不錯 所以可以從裡面選一個 所以我跟你講 標題就是這樣子而已 差不多他點進去 他也忘了他當時看了什麼標題 所以你只要做到他能夠願意點開 其實就夠了 好 那我們繼續往信件的下面 來看 所以你的信件第一開始呢 你做什麼事情念一下 你好 我是Transbiz的影片企劃Leal OK 等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蠻好的 自我介紹基本的第一 但是呢 這邊有個問題 我們是瑞伯阿伯頻道 所以不要講Transbiz 因為其實Transbiz 對他來講沒有關聯性 對不對 所以這邊我就可以替換成 我是瑞伯阿伯影片企劃Leal 影片也可以拿掉 我跟你講 寫信是這樣子 能夠少兩個字就少兩個字 因為像大家時間都很忙 多一個字都是多 所以像這個影片企劃就是企劃利益就好 好那繼續下一段呢 下一段其實就是Transbiz的大幅度的介紹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講 就是要馬上告訴他這一封信可以給他什麼好處 所以直接講好處 你會怎麼寫 因為我們的頻道其實蠻多都是企業家或者是創業家的觀眾 可以讓這些人可以認識到他們 你可以透過這種比較偏商業性的一個頻道讓他去分享他 他自己創業的一些理念 以及一些他自己背後的想法 所以講的就是曝光 或者是形象 那只是我們有很尷尬的 我們的頻道沒有什麼幾百萬訂閱 加上你這個節目曝光的角度 你要講的很精準 所以你剛才講的這個非常好 像我當時印象很深刻有個故事 包老師跟我分享過的一個故事 他曾經說過 就當時他想要邀請這個老婆爺去設計一棟建築 對於老婆爺來講他已經錢爆炸多了 但是他講的是這樣子 他說其實你這一輩子設計這麼多東西 但是我發現你還沒有設計過建築物 那如果你不完成這個設計的話 我相信可能有一個時間點你會覺得遺憾 所以為了不要有這個遺憾 我相信這個建築物可能會是你整個collection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我們希望邀請你來設計我們的建築物 所以台中後來中泰建設有一個跟老婆爺合建的這個建築物 就是靠這樣子的方式去打動 所以你要想著對方缺的是什麼 那對我們Aaron來說 他已經很知名了 所以不同面向的觀眾去認識他 可能是會他在意的 或者是他在明星之外的另外的形象 是他可能會在乎的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去把這個好處給人家 那下一段呢 就是要讓人家知道一些細節的部分 但細節不能融資 那你要怎麼跟他講呢 因為剛有提到就是我們這個企劃是 就是以商業創業角度的一個偏企劃 所以可以邀請他來分享他在他的水屋店 他的電商 還有他的飲料店等等副業 背後的一些創業裡面這樣子 沒錯 因為我們剛才講desire這個階段 是你要提供一些證據 讓人家知道說他上你這個節目 是真的有機會被不同的觀眾認識 他不同的面向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就要告訴他說你上來是聊什麼的 所以剛剛這樣很好 非常好 那到時候我們就要把細節再做進去 什麼叫細節就是他到底經營什麼副業 我們要講的清清楚楚 他還知道說我們是有做功課的 好那最後呢就是action 我們希望他採取什麼行動 那在上風性呢 其實你這一塊有一點點忽略了 你就忽然就結束了 謝謝 他如果對你剛剛的這個提案有興趣 他下一步要做什麼才能得到上面這些好處 如果你對於我們這樣子的企劃有興趣的話 我們有這些拍攝的時間 那如果說您這些時間都不方便的話 可以再公知我們您比較方便的時間 這太長了 對 所以這事情要短 短就好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你可以說 如果你對上面的企劃有興趣的話 請回覆信件讓我知道 我可以與你的經紀人來安排回去 我先講講 然後對他講他知道 他有興趣或者是他的經紀人有興趣 他們可能就回答了 OK那我來討論細節 影片標題呢 就是 顏雅倫當藝人賺很多了 為什麼還想創意 嗨顏雅倫您好 我是瑞伯阿伯企劃利歐 透過新世代面積網路節目 可以讓更多面向的觀眾 認識人 在商業價值觀上的想法 我們希望邀請雅倫上節目分享 如何在野藝事業無慮中天的情況下 同時協放發展 活活選物 查明載播 幫Idenify和副業 讓大家認識這些品牌 聲音背後的裡面 有興趣了解細節 請回信告知 讓我們做進步的一場 很好喔 你看如果我是演藝人 我剛剛聽到差不多八次我的名字嘛 所以整封信我都覺得這是跟我有關的 我就會願意讀 所以你這樣做非常好 OK 利歐那今天上課的情況都還OK嗎 OKOK 那你有學到東西嗎 有 OK那以後我們就常常上課喔 也可以邀請其他同事一起參賽 OK 好就是這樣 阿阿你覺得真的可以邀到炎雅了嗎 我覺得有事有機會啦 就先藉著再說嘛 畢竟都已經花了這個時間 重新再調整我這個信件 我自己看也蠻有吸引力的 就試試看 那你覺得可以邀到妹子嗎 妹子喔 先不要好 就很像怪叔叔